利用Canva來製作一個波浪下緣的效果 我們現在底下形成一個新的頁面 元素這個地方我們找到搜尋人物或者小孩 用剛剛這張照片來做練習 然後元素這裡我們在搜尋 Swash 我們選擇第一個簡單的造型 把這個Swash改成白色的 然後複製多個 邊空隙的部分我們利用圓形 擺成白色 利用圓形來做填滿 好,OK都填滿了 那我們把這一張呢,我們把它下載下 第二頁的部分 下載第二頁的部分 下載第二頁這一邊 好,那我們在新的頁面呢,我們 放入一個 背景,放入一張背景圖 好,我們將剛剛下載的這一張 波浪下緣這一張 我們把這個 移除它的背景 好,我們在剛剛那個Swash呢 波浪的下緣 我們再把它放進來 將這個波浪改成白色 大小調整好 大小調整好 這個樣子 這樣子的這個 相片波浪的下緣 我們就做好了 謝謝收看了哟